自从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呢 就有很多读者 很多观众 有介绍一些书 希望我们也在这里 向大家推荐一下 那么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呢 就是非常多人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边谈一谈的 这本书呢 就是红遍全世界的一本书 叫《朗读者》 那么说到这本书 其实它也很有意思 因为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 放在书架上 其实没有太多人注意 没有人理会它 但后来呢 这本书的德文原版 在德国变成个热门畅销书 翻译成英文之后呢 又成为纽约时报的 这个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 占了好久 那么现在翻译到中文之后 也有很多人喜欢它 那么这个朗读者的作者 本哈德·施林格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那么这个人本身是名牌大学 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 但同时他还是个作家 他写什么样的小说呢 他写的小说都是一些 比较通俗的侦探小说 那么这本书呢 有人说其实是他第一本 严肃小说的创作 没想到居然比他过去 显得侦探小说 还要畅销 那么这个本哈德·施林格 这本朗读者 我们该怎么去形容这本书呢 为什么它会那么畅销 而且它不只是畅销 是深货好评 德国很多的学校里面 都把它指定为学生必须阅读 而且上学上课的时候 好好研究讨论了一个教材 怎么去看这本书呢 我自己认为这本书 有点像杜斯·托耶夫斯基的 《罪语法》 它是一个关于罪恶的 一个很深刻的诚识 而且它也是牵涉到一个 男人跟女人之间的故事 它牵涉到一个 比较年轻的男人 跟一个年长的女人之间 这个年轻的男人 像一个年长女人犯了罪之后 他的这个自省的过程 当然我这个类比 可能有点牵强 但是我们回到这本书吧 那么这本书的故事呢 跟我们前几天 在这边介绍过的 香港作家董启章写的 《天公开悟》 栩栩如真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它的文笔非常的简约 非常的干净 也很容易入眼 很容易入口 同时呢 它的故事结构也很简单 基本上分三大块 哪三大块呢 第一块就讲到 我们这个男主角 米夏 那么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上中学的时候 在一个老式的电车 那是战后没多久的德国 在个电车上面 遇到这么一个女售票员 那么后来呢 这两个人就发生关系了 那这个女售票员 可比他大多了 大概大上十几二十岁吧 那么然后呢 这个女售票员主动出手啊 诱惑这小男孩啊 两个人就搞上了 那么这第一部分 那么在这一部分就描述 他们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呢 那么后来终结于 就是这个女人 神奇的消失了 就避开这个小男孩 小男孩很伤心啊 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 是这个小男孩考上了大学 念法学 跟这个作者一样 念法学 那么念法学呢 这个教授就要求他们呢 有时候要去法庭 旁听一下 看看这个法庭 在审什么有意思的案子 拿回来做一个教材研究 那么当时正好开审 这么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规模或许 没有纽伦堡大审判那么大 但是在当时也很受注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审的就是一些的 过去的纳粹党员 那么一些漏网之鱼 当年没抓起来审 现在把他逮回去 重新揭发他们的罪行 那这个男孩呢 就是上那个法庭 去旁听 赫然在里面发现 就当年 那个勾引他的 跟他有过关系的 那个女授票员 就在那庭上面 他是被告 原来那个授票员 当年曾经是纳粹德国的 一个女兵 一个手下 而且参与过当年 在集中营里面 非常可怕的一个罪行 非常可怕的灾难 他是有份的 然后这个小说到了 第三部分 讲的就是那个女人呢 给关到老米面了 关到老米面之后呢 那这个小说里面的主角 这个米夏 那么他也长大了 成了一个法律学的学者 那么他还没有去 从来没有去探望过他 但是他跟这个女人 保持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我们这本书的 主要的书名来源就在这 他给他记这个 今天大概很少人 再见到这个东西 就卡式录音带 他用卡式录音带 去录一些东西 给这个女人听 录什么呢 录他在朗读一些文学作品 一些书的片段 有时候是剧本 有时候小说 有时候是古希腊的史诗 一卷一卷录过去 送到监狱里面 给那个女犯人听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 相爱的这一出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相爱的这一出 他不是用录音带 他是就在这个女人面前 朗读给这个女人听 那为什么这个女人 要听这个男孩 跟他做爱前后 还要他朗读一些文学名著 难道能刺激他的情欲吗 那么到了最后 我们发现 原来这个女人 她是个文盲 她读不了字 所以呢 她只能够靠人 读书给她听 那这个男孩 就一直读书给她听 这男孩也是到后来才理解 这就牵涉到这个小说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这个男人 这个主角 他明知道这个女人是文盲 但是当时在那个审判上面 他没有指出这点 他虽然是旁听 但是他可以向当庭提供证据 证明这个女人是文盲 如果他能证明她是文盲的话 他在那个法庭上面 获得的这个判刑 肯定会轻得很多 因为她是不是文盲这一点 跟这个案情 有一个相当密切的联系在里面 换句话说 这个女人啊 她自己一直否认自己是文盲 即使在法庭上面 她不愿意揭露这个事实 对她来讲 她这个人 她读不了字 不是字 似乎比她当年在纳粹时期 犯下的罪行还要可怕 还要令人羞耻 那个罪行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见过有无数的文学作品 在研究在分析 纳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犯下的罪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多的作家在反省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本这样的书吗 那么这本书出来 为什么那么会受欢迎受重视呢 就是因为他探讨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就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罪跟责任 因为德国在战后成长出生的年轻人 他们集体的不原谅他们的父母辈 他觉得你们当时都是纳粹的帮凶 为什么当年纳粹那么凶狠 那么独裁 那样迫害犹太人 你们站在旁边沉默呢 那么这个小说的作者就认为 这样的心里好像很义正 此言指责上一代人犯下的罪 但是同时也包含了 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反叛 然后这本小说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下一代人就是这个第一身男主角 上一代人就是犯罪的那个女看守 就是那个女售票员 他也在指责他 但是后来他发现 他也对这个女人犯了罪 他犯了什么罪 就他明知道一个真相 但他没有揭露出来 最后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结论 要犯罪是很容易的 要做好事情是很难的 举个例子 你在地铁 你在大巴上面 你坐着 你看到个老太太上来 你决定要让位给他吗 你要让位给他 好像要付出一些勇气 你不让位给他 却反而很轻松 就是这么一下子的很轻松 就是当年那么多人 目睹着纳粹党 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时候 他在旁边想的大概也就是 你今天不让位的这种想法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时事快报 大家只要放任 huh 我应该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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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